大家好,今天是9月12日 市况亦进一步下行 始终摆脱不到逐沉底的形态 早上指数曾经低见26,229点 由4毫高位27,984点 单约在这一刻已经跌了1765点 7个交易电 如果说跌幅其实比较明显速度都比较快 奈何市场的气氛比较保守 所以就算技术上有少少的反弹或者少少的断定 幅度都很小 每一阵的断定每一阵的技术上的反弹 都有些资金下去博反弹 但是之后一轮的施杀之后 20日再进一步向牙运低位 那就是说停一停之后 其实在某个程度来说 又再锁了一笔资金 每一阵的断定 跟着再创伸低 亦都意味着 不少资金在期间又会被捆绑 好了,再看看整个技术上的走势 今年以来直到这一分钟 大型的中期调整仍然在延续 到底后一个阶段 去到哪个水平 暂时很难从一个技术上的形态去分析 但是由33,484回落 在一个跌潮当中 是已经跌穿上一个浪 很多的技术上的支潮位 包括今年2月9日29,129 去年12月7日的低位28,134 去年9月26日的低位27,300 去年8月11日的低位26,863 现在再向下看 就是去年7月5日的低位25,199 顺带一提 一直以来 我都认为全年波幅 8,000到8,500 其实是没什么走劲 今年到底波幅有多大呢? 由1月29日的33,484 到今天暂时的低位26,219 其实全年波幅已经7,265点了 假设全年有8,000或者8,500点的波幅 其实还有一个 1,000点左右的水平的反复 即是说现在这一分钟 没什么特别好做的 例如好像腾讯那样 305.2开始有少少反弹 但去到309、310元已经止步了 跟大家谈的这一分钟是3.35分左右 指股价又下了307.8 即是断断下 断断反弹 断断反弹断断断断下 在这样的形态之下 老老实实 最好就是 将自己的资金暂时留在手上 如果你要博反弹的 来举例 好像腾讯那样 有几元的上升很开心 第一注码不要大 两百股三百股几百股 这样随行就可以了 输人都反正是一两千元的事 万一不对板跌穿了305 落到302 止蝕就止蝕 我们不要保留着一个心态 就是这个价很便宜 不会再跌多少 我们不要这样想 就是想一样东西 我买这些首货 我可以赚多少钱 4元还是5元 万一不对板 输回3元4元 我就止蝕 这些环境气候之下 如果做到这一点 拼一下反弹 没什么相关的 第一理性执行的指示 第二一定要不要大手 至于中线的部署 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处于一个逐沉底的形态 底在哪里 是事后事至的 以现在一浪低一浪的形态 我觉得逐沉底的格局 没有法改变 可能要等到 如果真的 美国的中期大选前后 事态有少少明朗 那时候 中美的贸易的问题 才有一个妥善的解决 或者淡化的方法 不如暂时等等先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